章爺为了验证一下,到底那个白眉算命老人,究竟算得准不准,这个苏秦,究竟会不会遇到他人生一大喜事,于是就请苏秦回去和自己一起住。 那这头,我们回转头再讲一下,当日,在仁崇之中,看着个算命老人,为苏秦章而算命的二公主基宇,他回到皇后身边,即时将自己在街边已经遇到这个白眉老人的消息,就告诉给皇后听。 皇后听完之后,点一点头,听你这么说,这个人呢,就是你母后要找的人了。 母后啊,这个白眉老人是谁啊?你为什么要找他呢? 他是位德道的高人,住在云梦山,自号鬼谷子。 哈?他就是鬼谷子啊?嗯?你都知道他吗?嗯,我经常听我们的琴师提起他,他说这个鬼谷子,那是当今琴省。 琴师还说,就算是如白牙再小,恐怕琴技都要撑他半头啊。 其实,鬼谷先生怎么知是琴省这么简单啊? 那他是什么人啊?难道他是神仙? 在我眼里,他就是神仙。 嗯,那我看他呢,真的有些先锋道骨似的。 母后啊,那你怎么知道他来了洛阳呢?是不是他托梦给你啊? 不是,是我求他来的。 什么,你认识他吗? 嗯,哎呀,那你快点跟我讲一下,你怎么认识这位神仙的? 这就是很多年前的事咯。 皇后说到这句,就好像陷入了回忆那样。 当年,母后还很小过,我小的时候呢,全身的皮肤又粗又黑,头发又干又黄。 是我们赛国皇宫里面,出名的丑丫头。 但是,你外公晚年才得我这女儿,对我非常痛惜。 到了我十二岁那年,我突然得了一场怪病, 全身发热,一直都不退消。 跟着那些头发,就不断地脱落,神志不清。 连续昏了成四十八日。 你外公都不知道多么心急, 昏了好多名医,怎么都医不了。 到了第四十九日的时候, 宫外,就有位白眉老人求见, 说可以医到我这个病。 你外公听的消息很高兴, 即时就请他进来了。 但是老人又提出要求说, 你母后呢,天生道骨, 病好之后,要跟他进去入山收岛。 当时,你外公呢, 即是心急要医好我, 就马上答应了。 只见那老人家, 在母后身上扎了几针, 然后留下十包药草, 就拜别而去。 临行的时候, 老人家就对我爹说, 自己的鬼谷子, 百日之后, 就前来迎接母后入山。 母后就按时服药, 又过了四十九日, 我不单止好翻, 而且还生出一头黑发, 全身的皮肤, 好像退了一股皮一样, 生出一身非常光滑, 细暖的皮肤。 那些人说, 这些叫脱胎换骨哦, 那才不再说啊, 尤其, 是换过皮肤之后, 母后就片体生香, 哎呀, 真是奇怪。 哦, 原来母后你小时候, 还遇到这样的歧视的, 那后来呢, 你为什么没有跟他入山收道啊? 哎呀, 那真是拜你外公了。 母后病好之后, 鬼谷先生, 就依约而来, 谁知道你外公呢, 就后悔了, 再三推躺, 说叫鬼谷先生再等三年。 三年之后, 鬼谷先生就依约而来, 谁知道你外公呢, 还不顾母后再三的狠求, 硬将我嫁给周室。 母后出嫁那天, 鬼谷先生就站在宫外, 眼睁睁地看着我, 含泪走入了迎亲的皇家, 鬼谷先生连叹了几口气, 就扬长而去。 再过了三年, 楚人兴兵灭赛, 你外公, 就在战乱中死了。 那, 那之后呢? 从此我就再没见过鬼谷先生, 后来, 母后生的你两姐妹, 收到的心, 也渐渐消失了。 唉, 母后真的不舍得你们呀。 三年前, 母后突然梦见鬼谷先生, 先生说, 她依然挂着我, 照我愿意, 她愿意随时来接我去。 母后醒回, 想起这一生, 失去了这个机会, 我心里面, 我心里面都还是好伤感呀。 母后呀, 那, 那你还想不想收到呀? 唉, 收到, 要抛却繁殊之念, 母后虽然有这个心, 但是一来, 割捨不到你们父皇, 二来, 不舍得你们两姐妹, 现在秦国艺国, 爭着要拼取雪儿, 你父皇左右为难, 你母后, 也都毫无良策, 那才求助于鬼谷先生呢? 谁知, 原来他真是挂着母后, 居然, 母后一请他就来了。 母后呀, 那鬼谷先生, 是不是真的可以帮我们度过这个难关呢? 天底下, 还没他这个神仙做不成的事, 照他在城里面, 那母后就放心了。 义儿, 你走吧, 母后累了, 我想休息一会儿, 这件事, 你记住不要告诉其他人听呀。 第二, 周显皇带上姬雨, 姬雪儿来探皇后, 正当一家四口, 在那儿享尽天伦之乐的时候, 忽然间, 东周公就带着陈镇, 和魏卫王派来的几个御衣, 直闯入皇宫之中, 那些内侬神就难他都不住, 只要入来稳告, 启品陛下, 东周公带着魏卫师神陈镇, 前来贪良良的病情。 周显皇心头一阵, 看着皇后, 皇后想一想, 马上在枕头底, 摸出那粒青色的药丸, 即时吞了下去, 然后向周显皇点了点头。 周显皇就说, 那就算魏师近见了。 过了阵, 在珠廉外边, 西周公和颜太师, 就带着陈镇以及三名御衣 走进来了。 陈镇大声说, 我们大魏陛下, 听闻良良重病, 特地派御衣前来诊病, 希望大周陛下允许。 这句话真是叫得很无礼。 你魏卫侯, 原来就是他周天子分封的诸侯, 在名义上, 属于周朝属国。 现在魏国擅自称王, 其实就已经不承认了 自己是周朝属国这个地位, 公然要跟大周天子分庭抗礼, 严格来说, 已经算是犯上作乱, 是作反的。 只不过, 魏国要作反, 这个软弱的大周天子都没有他办法, 但是人始终要回几分面, 你在魏国果树称王, 自称什么大魏陛下, 那周显王可以诈听不到, 哦, 但是, 你现在植入了天子皇宫里面, 还居然用这个作反的称呼, 那真的连半分面都不给这个周天子的了。 这一刻, 不单止周显王很想发作, 连那个东周公都觉得这个陈珍太过分了, 既遇见到自己父亲, 生气得全身震了, 忍不住也都手执劍兵, 准备随时拔剑出来, 要跟这个这么囂張的魏氏拼命的了。 一阵可怕的沉寂之后, 跪在陈珍旁边的颜太师, 忍不住也都说, 魏氏各下, 你说大舟宫廷, 你不要乱说话。 陈珍停一停, 也都好像觉得自己有点过分, 那才说, 陈珍之罪, 说完之后, 陈珍都不等人家答应, 向珠廉里面, 渺渺嘴, 跪在地下那两个魏国来的女御衣, 马上起身, 就走进去, 这个时候, 皇后依然躺在床上, 神态祥和, 两眼似曾似碧, 那两个女医生, 先是把了把脈, 跟着又看看皇后的胎胎, 过了阵, 面上露出了很惊异的神色, 慢慢退回出来, 陈珍见了两个人出来, 立刻就口口头说, 魏氏陈珍告退, 一出了皇宫, 陈珍就马上问那两个女医师了, 喂, 娘娘究竟有什么病啊? 那两个女医师呢, 揪着眉头说, 娘娘这个病好怪的, 似乎是患了寒疾, 又似乎中了热毒, 哎呀, 我们一时之间, 都很难诊断, 什么又寒疾有意读的, 我只想问你, 娘娘究竟有没有病? 那当然有了, 知道了, 你们退出去先, 魏氏的翻蚌无礼, 显然真是激怒周显王, 等着他一走, 周显王就满面怒火, 他走出来, 对着那些宫中卫士说, 从今之后, 无论是谁, 如果想再进来后宫, 一定要按照大周礼而近见, 为这按大周律令治罪, 是神遵旨, 你头那句话刚刚讲完, 那边又有内侍神品告, 启品陛下, 秦国侍神书里侄, 带着医师前来近见, 要求要为娘娘诊病, 你跟我告诉秦师听, 说娘娘欲体欠肝, 寡人不见客, 秦师带来医生, 说专门要为娘娘医病, 还说一定要进来, 而且他们已经知道, 刚才魏国侍神刚刚来过了, 周显王想一想, 都无谓得罪人家, 好了, 那你告诉秦师听, 既然是秦宫请来的神医, 那就要他按大周礼而, 带神医去后宫为娘娘诊病, 书里侄比陈震谨慎得多, 他入到后宫之后, 不单只医足大周礼而, 向皇后首先质疑问候, 然后又讲了一大番, 秦孝公和公孙殃, 听到皇后有病之后, 怎样照着担心的情形, 又特地在秦国, 搜罗了很多医病保身的丹养, 晋献给娘娘服用, 希望皇后早日好翻, 然后这样才讲出, 公孙殃之娘娘病了, 所以特地千辛万苦, 在中南山里, 找一位收到名家, 韩传子坐下的一位女弟子, 林仙姑, 前例为娘娘诊病, 希望能够使娘娘早日康复等等, 周显王听远, 孙殃心这样才会舒服一些, 起码秦国不论真心或假意, 都算是给足面自己, 那个林仙姑, 也都不跟魏惠王派来的所谓御医, 她根本不用把脈, 只是站在莲外, 混工一望, 望了娘娘几眼, 马上走出去, 书女就问, 咦, 那究竟娘娘有没有病呢? 林仙姑就说, 梁梁根本没有病, 只不过, 有人给她一粒寒泉丹, 给她炸病而已, 书女贼一听就明白了, 即时就吩咐手下, 将梁梁原来炸病这个消息的传出去, 因为她知道, 一得这个消息, 不用说, 魏国的陈镇就肯定会轻举妄动, 她越是去周显王那些草, 周显王呢, 对魏国越是反感, 这样, 将积雪嫁给秦国的机会, 就自然大得多了, 果然, 魏国富士得了密报, 就立刻来稳告陈镇, 陈镇一听都说, 原来周皇后是渣饼, 哼哼, 这魏呢, 自己一定要快点立功才行, 如果不是, 被那个这样的秦国书女侄, 抢线逼分成功, 那自己岂不是捉男打水, 于是他即时怒气冲冲地, 又来到皇宫, 要求见周显王, 周显王听到不敢咒实眉头, 他刚刚才去完后宫, 这次又来做什么呀, 那内侍臣就说, 陛下, 我看那个陈镇呢, 气息好像很不对路那样, 难道他要来闹事? 小小侍臣都这么囂張, 宣他正殿近见呢? 在皇宫正殿, 陈镇面色黑沉, 走进来一跪跪地就说, 大艺师臣陈镇, 扣见大洲陛下, 艺师平身, 回品陛下, 陈镇不可以平身, 哦, 为什么不能够平身呢? 陈镇那是奉大艺陛下之命, 前来贵国平身, 来到洛阳已经一个月了, 贵国他是迟迟不肯回复, 陈镇指国又欲使命, 所以来扣请陛下, 无论你答应也或不答应, 陈镇, 只是请你一句明确答复而已, 我跟着回朝复命了, 这些说话简直就是威胁, 周显皇面色一尋, 望望御史, 御史就说, 按大周礼仪, 陛下龙体, 梁梁欲体, 如果有什么不惜, 皇室态不论分架, 现在梁梁大病未遇, 皇室上下忧心愚焚, 又怎样商量公主分事呢? 如果魏司诚心求平, 就请你耐心等等了, 等梁梁欲体康复, 再行聘亲都未遲啊, 陈镇一声冷笑, 只但我听说, 梁梁的身体根本没事, 陛下如果不想跟我们大魏结亲, 你讲清楚就行了, 不用在那儿推推躺躺啊, 明明皇后病成这样, 但这个魏国师臣居然这样来说话, 哎呀, 激到周显王面容扭曲全身打阵, 连个御事在旁边都听不下去了, 魏司国下, 请遵行天朝礼仪啊, 好好, 我陈镇就遵行你这个天朝礼仪, 陈镇就再扣了个头, 大魏司臣陈镇, 最后一次扣请大周陛下, 我们大魏陛下, 是诚心跟你结亲, 尋求天下和解的, 大周陛下如果不肯, 那我只要回朝复命了, 但是大周陛下要知道, 我们大魏陛下一向是好重面子的, 万一, 讲到这里, 陈镇就专门将说话一停, 哎呀, 他一口一句大魏陛下, 简直是当这个周天子武刀, 不单止周显王, 连个御事都生气得面色铁青, 正想骂他, 周显王的显已经是忍无可忍了, 他啪一声, 一手就拍到桌子上, 魏侯既然一定要有个确讯, 那就请魏氏听日, 在大慈会的时候, 上殿听宣, 送客, 说话未讲完, 周显王已经是忽就而去, 战国中华, 精彩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